這是我的第一杯 手拿整罐乳酸飲料 對著鏡頭開心 喊話完 接著往嘴裡狂罐 下一秒 對著洗手台 當起人體噴泉 結果還沒完 下一棒接力再喝 這是我的第一杯 三名飲料店員工 不顧身上還穿著制服 瘋狂在店內嘔吐 甚至工作用水槽旁 還擺著中有茶葉的篩網 一不小心就會噴到 我有看完炸鍋狂轟 你們是去上班還是去玩的 噁心當有趣嗎 看來這位小姐 也很想丟掉工作 更有人嗆 再也不會去買了 我真的覺得很噁心 因為我覺得那是在洗 一些剃米的東西 我後來知道 我會覺得很噁心 但不道德 事情發生在5月1號 三人的行為 讓大家直呼噁心 而店員穿著制服 馬上被眼尖的網友認出 是彰化和美某間 連鎖飲料店 衛生局接獲通知 也派人前往稽查 要求業者暫停營業 有休息三天的工作 做全部的清潔 然後員工也做一些訓練 飲料店總公司 趕緊發聲明 為分店不當行為道歉 並對這家分店嚴厲懲處 承諾加強各分店管理教育 但這回店員喝乳酸飲料惡告 看在醫師眼裡 可不是好行為 即使吐出來呢 其實在這個聯合 這個胃酸造成 這個食道的一個刺激 還有這個分門的 緊急的一個收縮 造成一個撕裂傷 都有可能造成 上消化到出血 拍攝挑戰影片 想換取流量 最後除了傷身 一點好處也沒有 更是直接讓店家生育大膽 先入市立田徑場內 不少民眾在操場跑步慢走 但卻有小偷 趁著大家專心運動時下手心切 在繞下一圈的時候就發現她手機不見了 就只能認賠 只是覺得很難過啦 因為孩子的手機 她才買不到一個月 就被人家拿 就是發現有一位中年女子 一直在看著我跟我的包包 但是因為她沒有做任何動作 所以我就沒有想太多 從運動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想要回去換衣服的時候 就發現我的包包不見了 在一個監視器發現 一名女子行為詭異 她雙手晃到晃慢慢走到跑道 假裝伸展運動後 一個蹲下馬上把地上整袋物品拿走 等到民眾運動完才發現 裝有衣物零錢和手機的衣包袋 早被一掃而空 跟管理員反映東西被偷 才知道每天至少發生一起 一定有零用錢嘛 來這裡沒有那個 沒有所在的人幫人放 趁著招旁邊 要人家下去運動 我如果差了 我看你走到那裡 我就可以下去 可以賺一個支援 6錢10塊 要收集這個 我們就可以放空去 射個支援箱啊 我覺得可以 因為有些人還是會 多少會擔心 手機什麼情報紙 新竹市府四年前拆除圍牆 把田徑廠改成開放式廠 卻成為小偷熱點 警方來到54歲理性女子 發現她看準田徑廠沒圍牆 偷東西方便 常常報到 偷完後還把不要的東西 丟到衣物回收箱 共計作案三起 以循現查棄檔案 全案以刑法竊道罪嫌 以請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偵辦 開放式田徑廠 本來要讓民眾方便運動 沒想到反而有人動歪腦筋 警方除了加強巡邏 也呼籲民眾運動時 別帶貴重物品 記者 銀上紀錄阿公阿嬤 組成台灣最高齡的不老棒球隊 完成夢想 或是英國74歲馬爺爺 對流浪貓的照顧 成為他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原因 紀錄片拍出台灣各個角落的故事 新北市府集結作品 舉辦新北天境營戰 航空公司的支持 在三萬英子的高空 可以欣賞新北的紀錄片 翱翔天空的過程當中 享受另外一個人生 與航空公司合作 邀請簡曼書擔任活動大使 將十二部作品分為四個檔期 在航空公司全線機上上架 讓乘客不分國界都能看到 新北市每年提供紀錄片 補助35萬 最重要的是每一片影片拍起來 真的都是讓我非常非常驚豔 充滿著對台灣這一塊土地的熱情 新北天境營展賣入第三年 獲獎作品飛上雲端 讓世界看見外 市府大廳也舉辦展覽 行動支持即時影像產業的發展 推升台灣紀錄片的影響力 記者 您是剛剛和你新北說到 深夜時間轎車停在豆漿店附近 女駕駛走下車要買宵夜 走到車尾處 突然遭到後方 一輛轎車高速追撞 女駕駛當場騰空後 在重衰落地 重傷奄奄一息 肇事駕駛人沒有下車 頭也不回的加速逃逸 救護人員趕到車禍地點 發現女駕駛傷勢嚴重 已經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頭部 胸部重創 雙腿骨折 送一急救還是宣告不治 這起死亡車禍發生在嘉義市民生南路 女駕駛深夜十一點多 外出幫家人和自己買宵夜 卻被追撞慘死 警方貨報 兩小時內逮捕趙市駕駛 人喝得爛醉 就測至超標 駕駛駛是否涉嫌酒降趙市 女駕駛深夜買宵夜車停路邊 卻被撞死 家屬接到噩耗 心痛完全無法接受 檢警也將調查 肇事駕駛是車禍前還是之後喝酒 釐清是否涉及酒駕 記者後關王書宏嘉義報導 報告